10號陳佩琪,HERA 她熱愛哲學 最喜歡看的就是小王子 而D&D報告 說她有高度開放性格 和出汗傾向 不知道她性格更開放 還是毛孔更開放 HERA,你好 Cee,你們好 這條是背景的問題 AI知道你很喜歡哲學 現在請你用哲學的角度 去解釋人生意義 我覺得人生意義就是追求美 而哲學對美的定義 根據阿里士多德所說 所有東西如果合乎黃金比例 就是一種標準美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人 應該好像柏拉圖所說 是要有真善美的 而這種美不是暫時性的 而且是很永恆的 就像一個人真實的靈魂一樣 它是不會改變的 我先給點掌聲 是呀… 好聽 是呀… 你又真的能回答 是呀… 世界上那麼多聖賢都回答不到的問題 居然被你回答了 很厲害… 可不可以順便再回答 用哲學的角度分析 為何我們的問答環節 是要穿泳裝的呢 因為穿泳裝 就是可以看到一個人 最赤裸的一面 就是越能夠了解她的內心 那你是MISS 你怎樣跟你的小學生解釋呢 其實老師也可以穿泳裝 也會去游泳 最好MISS的身材 是… 答得很好 謝謝ERA… 謝謝 13號,陳曉彤,Cindy 她是一位鋼琴老師 DNA的報告說她 音樂能力高 創作力和數學力都非常高 她掃口感證 今晚又如何俘虜各位的評判呢 Cindy,你好 你好,Cindy 這題目 AI是綜合了你的DNA報告 以及你個人背景一起推出的 DNA說你音樂能力很高 而你彈琴也是厲害的,對吧 她就問 假設你彈鋼琴演奏 是可以令人馬上高10cm 你會向哪三個人彈琴呢 曾哲偉先生是在看直播的 我會將第一首歌送給C君你 是 給你一次 因為我想送給C君你 剛好比陸永的頭高 因為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我不會,你送給我幾次 我都比他高不高 你要握高頭看著他,很累 可能可以反過來 讓他握高頭看著你 第一個就是我 是 第二個會是誰 第二個我真的要送給智偉哥 曾哲偉 送給他可能不只要送一次 他也是163,不是163而已 我希望可以多送幾次給他 讓他變成兩三米高的巨人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掌援人 他負責帶歡樂給觀眾 我想如果他變成巨人 那麼高,像超級英雄一樣 大家遠見到他都可以很開心 珍珊馬上康復了 現在他不是向上發展 他一直向橫發展 對 很遠都會看見他 最後一位,你會送給誰 我想我會送給自己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穿高跟鞋 穿那麼多,穿腳很累 如果可以高一點 不用穿那麼多高跟鞋 對,女人心性 好,謝謝Cindy 謝謝 15號,莊子船Helie 她在修讀食物及營養科學 而她的DNA有非洲血統 兼有非常高的根健受傷風險 如果她要表演非洲舞 記住要小心地滑 Helie,你好 老師,你好 這條是DNA的問題 DNA的報告顯示 你有0.68%的非洲血統 假如有一天,你一早起床 就發現自己身處在非洲 還變成一個非洲步落油獎 你會做哪三件事呢 我想我第一件事會做 應該要先冷靜下來 因為正常人無緣無故身處在非洲 又變成油獎,應該會很慌慌 而我第二件事會做的 我想我應該會 搞一個非洲油獎選美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香港小姐 我想自己搞也會變成風味 不過我想我的評判標準 不僅是美貌與志為並重 我覺得還需要有領導能力 以及可能有一個健康的膚色 對,第三件事 我覺得我會立即做的 我就會立即上網查看 最近一班回香港的機票是甚麼時候 因為除了香港是我的家 另外,我想再講一次 回來參加今晚的香港小姐決賽 即所有事情都把香港小姐都踩進去 是 她完全沒有為自己部落的福利 想過思考 沒錯 再給一次機會 你會幫你自己的村民謀福利呢 我會幫她們爭取今晚香港小姐的門票 好,辛苦了 謝謝Hillary 謝謝… 再見 16號,郭佩文,Juliana 她很喜歡吃菠蘿油 DNA報告顯示她抗壓能力 以及食慾控制能力低 不知道她有壓力的時候 會否狂吃菠蘿油 Juliana,你好 Juliana,你好 這題是根據你個人背景推出的 她說因為你很喜歡吃菠蘿油 她就問 假如菠蘿包變得深 不想再夾著牛油 那你覺得菠蘿包 應該怎樣跟牛油說分手 這些真是AI才能夠推出的題目 不如為免你比較容易 你是菠蘿包,斯君是牛油 現在要上演一個分手期,對吧 對… 好… 對著我說分手很容易 對… 好,我會這樣說 你看看牛油 你看看我們這個組合 菠蘿油,你只是油 你也不是牛油 你不能做自己,不能發光 你值得更好 對,我不夠好 你值得更好 我學到新的分手句子 對 你自己去發光發熱吧 你黏著我做甚麼 對 好 你覺得你拖累了牛油 對,你看看 如果你覺得現在想變心 變成夾May Yen 這一塊… 豬扒包 你自己說而已 那你會怎樣跟她說呢 我是甜… 你鹹的一個組合 有甜鹹,很特別 你願意做我的心上人嗎 會生非之 有鹹有甜,好吃就行了 但她教了我怎樣跟別人分手 你真的答得好 謝謝Julianna 謝謝Julianna AI就是有趣 是 17號,黃敏馳,Lavelle 她小時候的古增級已經有10級 而且還有一個追求刺激傾向的 DNA特質 而且創造力非常高 希望今晚的答問文節 可以給我們驚喜吧 Lavelle,你好 Cee,你好 這條是DNA的問題 DNA的報告顯示你的創造能力 非常高 你如何說服大家 其實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古增 是一個古增 因為你自己也是 10級古增的演奏家 對 請問你喜歡聽甚麼歌 何禮傳先生,這首歌合適嗎 不,你首先問何禮傳先生 這首歌我們有否付出版本 是有版本的 可以嗎 好,你覺得你為何可以變成一個古增 除了會唱歌之外 還有我覺得我的手和腳很長 就像古增的那些曲子一樣 收場,像一些線 我覺得答得很接近我們 我們有可能的工具出的答案 對 其實可以證明 具備高水平的古增技能和熱愛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對古增音樂的獨特情感和魅力 是,我們感受到了 是,可禮傳先生會簽來的 好,恭喜 謝謝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以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記得LIKE和SHARE 謝謝